每次來渠港都是吃這些 今次帶大家試吃各國美食 我覺得28元一碗飯其實挺值得 而且它的雞也不是很少 而且吃下去的雞也很嫩和很滑 這個除了有經典的芥末味外 還有榴槤味 兩款醬都是新加坡 其實顏色差不多 但榴槤味是聞起來 已經有榴槤的味道 它的榴槤味是偏向榴槤糖的味道 其實也挺濃的 芥末醬本身的味道不太突出 但吃到一塊牛油的時候也覺得很棒 來到吃泰國菜 今次是泰國奶茶 大家不用再喝珍珠奶茶 試試泰式奶茶 我叫了正常甜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的味道都有一點點甜 對我來說 但如果你喝泰國的甜度 可能這個就適合你了 這個菠蘿椰奶也吃到很多粒粒的菠蘿肉 而且也有椰奶的香味 它的泰式奶茶也是用了泰國的手錶茶去做 看到它放了手錶茶的茶葉 包裝就在門口中 所以喝起來也挺有泰國風味 這個燒肉粽是老闆他們的家鄉菜 全部都是老闆自己包的 上面還加了一些鼻細的甜辣醬 還有一些花生醬 吃起來其實跟我們說 吃的那種是差不多的 不過我覺得味道上是比較濃的 你覺得我上的飯也是有肉汁去煮過的 我覺得也很香 但這些醬料可能香韌糖味就比較喜歡炒 但我們不要加太多 這個拌麵是用了港式的雞煲醬去做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不是跟雞煲一樣似的 但也很濃郁和挺野味 所以吃起來也很有花生香味和麻香味 雞肉其實全部都是用了雞腿肉去做 所以也挺嫩滑